极品妹子独自野外生存 竟然收获到了一头野猪 这下可是赚大发了 因为这一次莉姐可是在山中将其就给出手给了跑山人 美滋滋啊实在是美滋滋 不仅如此 莉姐还更换了区域 同时打造起了足乌奶 当然 在吃一道之上 莉姐那可是不遑多让 妹子吃起了山鸡了 而且莉姐还在河中堵起了鱼奶 那可是收获颇丰 最终吃上一顿鱼肉大餐那还不是小意思 上期的莉姐那可是半夜遭遇惊魂啊 竟然被一条皮皮扇给下了 不过这条皮皮扇那可就惨了 直接被莉姐烤的那叫一个焦香似义 吃起来简直是无比的美味啊 饱餐一顿之后 接下来莉姐可是充满了干净 开始来到岩石碧茶看起了山蜀陷阱来 在前几处陷阱上 都没有发现野物中招 不过却是发现了新的活动痕迹 似乎还是吃野果的 搞不好是野鸡一类 为此莉姐又在线路之上加装了一个新的石板陷阱 随后的时间里 莉姐来到了山林之中 毕竟要是能够捕捉到野猪的话 在这荒野之中可就赚大发了 不管是自己制作烟熏肉 必或是拿下山去出手 对于莉姐来说 那都是极好的 而眼前的这一处食物残渣 有着极大的概率是野猪或者豪猪一类生物留下的 为此莉姐打算这里设置一个陷阱 考虑到这片区域坡度比较大 加上泥土也是比较的硬 另外野物的脚印也是不大 野物多半比较小 因此莉姐可是没有打算挖掘地坑捕捉野物 而是准备利用木材和树藤 打造一个弹力绳套陷阱 这样的陷阱莉姐可是制作过很多次 只需利用树干的弹力 加上一根绳套 以及一组平衡装置 便能够轻轻松松地打造出一个陷阱出来 看看这效果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呀 将陷阱布置完毕 并且在周围设置上不少的掩盖物之后 莉姐这才离开 当然 绳套陷阱布置容易 因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再次发现野物痕迹的莉姐 又如法炮制地布置了两个绳套陷阱 以此来增大捕获到野猪的概率 至于今儿的食物嘛 莉姐倒也是没有担心 毕竟昨天吃了鱼肉 今天又是辣条的 接下来吃点素菜也是不错的 尤其是她还发现了不少棕榈树 这些棕榈树个头不大 但是里面嫩芯反而占比比较高 莉姐那时拿上打野刀 对着这几根树木就劈砍了起来 最终花费了十多分钟的时间 可是收集到了好几根的棕榈树树芯 回到庇护所之后 这些树芯还需要进一步地处理 将其外壳再一次地包掉之后 只要最中间大拇指粗细的部分 这部分树芯鲜嫩无比 味道可以说是最好的 加水烹煮一番之后 便是一餐不错的食物了 吃起来相当的鲜嫩 让莉姐直呼过瘾了 至于野猪陷阱的话 那就要等待上一段时间再去查看了 希望能够有不错的收获了 好好地休息了几个小时之后 莉姐决定前往野猪陷阱处查看一番 虽然抓到野猪希望不大 但是山鼠石板陷阱 可是有这一天的时间了 果不其然 在这一处石板陷阱处 一只个头不小的山鼠可是中了招 直接领了盒饭 这下莉姐的晚餐可是有了着落 不过令莉姐更为惊喜的是 此时的摄像机可是记录下了精彩的画面 一只个头不小的野猪直接被绳套给勒住了 随着莉姐缓缓地靠近陷阱 慢慢的野猪便出现在了莉姐的视野之中 这下可是把莉姐给激动坏了 赶紧地上前查看了起来 野猪十分的凶猛 来回地想要挣脱 不过绳套勒得很紧 想逃是逃不了了 而莉姐也是花费了不少的时间 这才将野猪给拿捏住 绑扎好 最后那时扛着野猪就向着庇护所方向前去 今儿由于时间比较晚了 莉姐想要下山去出手 野猪已然是来不及了 因此将野猪带到了庇护所边上 将其绑在了大树之上 而后便开始在庇护所内处理起了山鼠来 这可是她今儿的晚餐了 将多余的毛发去除之后 莉姐便将其固定在了竹子上 放置在炭火上至烤了起来 不得不说莉姐这运气真是好 不仅是有着山鼠肉 还收获到了一头大野猪啊 烤熟之后的肉吃起来十分的不错 外皮酥脆内里多汁 十分的好吃 唯一的遗憾就是总量不多 不到两分钟便被莉姐给吃光光了 吃完饭后 莉姐那时好好地查看了一下野猪 接着这才准备休息 随后的两天里 莉姐给野猪搞了一个猪圈 将其养了起来 不是莉姐不想下山出手野猪 而是在山上遇到了个跑山人 对方想要买下野猪 虽然价格不如下山 但是莉姐不用来回地跑 因此莉姐倒也是同意了 最终两人那时开开心心地完成了交换 跑山人直接扛着野猪下了山 而莉姐则是回到了庇护所 收拾好行李 准备换一个生存区域 毕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出门在外防人之心不可无 翻过两座山之后 莉姐冰上了这片区域 这里低势平台 而且周围布满了树木 莉姐决定在这里建设一个临时庇护所 利用手里铲对着地面一阵开挖之后 莉姐将庇护所的地面部分给挖出了雏形 随后则是在周围砍伐来了大量的竹子 选择在这里建设庇护所 其中取材方便便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建设临时庇护所 竹子处理起来也是比较的方便和快捷 根据所需的尺寸和形状 莉姐便能利用锯子和打野刀将其处理好 随后便可以在地面之上挖掘出深坑来 这些坑洞便是利柱的坑洞 将利柱放置进去之后 再采用土石回田夯石牢靠即可 透过四根利柱看来 这一次莉姐打造的庇护所 应该还是比较常规的形状 再在利柱顶部上架设横梁后 又加装了两个屋顶利柱 这样后续建设出来的房屋 便是双坡的屋面结构 至于屋面材料的话 利姐同样是采用了竹子作为原材料 对开之后 再将竹节一一地打掉及时竹瓦 铺设的时候 只需要下层凹槽朝上 上层凹槽朝下 错开扣住便能够起到极佳的防雨效果 至于双坡雾面两端底部的竹子 它可以将雨水汇集到一起 流向两侧 雾面部分建设完毕之后 紧接着利姐便开始了墙面地建设 材料依旧是对开的大竹子 直接将它们紧靠着铺设 上下两端再采用竹子夹住即可 处理起来也是十分的方便和快捷 侧面和后面的墙面建设完毕之后 利姐没有急着建设正前方 而是将大量的竹子铺设到了屋内 作为了屋地面 同时也担任了床面 最后这才开始处理正面的墙面 当然 正面部分大门门洞自然是要预留出来的 大门的话 这一次利姐搞了一些新花样 不是常规的大门 而是一道竹子卷棉门 将其挂在大门门框之上后 看起来似乎还是很不错的样子 至于使用方便方便 看看利姐的操作就知道了 不得不说 利姐这真是心灵手巧啊 别看整个庇护所似乎不大的样子 但是里面的空间是真的可以 作为临时庇护所来说 那是足够使用了 完事之后 利姐拿上了弓箭 在周围搜寻了起来 毕竟今儿的吃食还没有着落呢 而在搜寻之中 利姐还意外地发现了不少野鸡的毛发 这可是好东西啊 要是能够抓到一只 接而利姐便可以美滋滋地吃上一顿鸡肉大餐了 因此利姐可是不敢大意 而是细心地沿着痕迹搜寻了起来 没想到最后竟然真的有了大发现 隔着山蛙便见到远处有着一只大火鸡 距离太远的情况下 弓箭是拿不下对方 因此利姐那是直接退到火鸡羽毛掉落最多的区域设置陷阱 羽毛掉落最多 这说明火鸡竟在这个区域活动觅食 利姐那是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弹力神套陷阱 看看能否实现大丰收 火鸡只能等待的情况下 利姐也是没有闲着 在另一处位置直接一键寄出 成功地拿捏住了一只大松鼠 这只松鼠自然是他今儿的餐食了 拿回到庇护所之后 那是迫不及待地就将气给处理好 接着放入到锅中进行烹煮 不一会的功夫肉香便在周围弥漫开来 十分地浓郁 而饿了半天的利姐 那是赶紧地将这一锅肉给端了下来 美滋滋地开吃了起来 翻山越岭几个小时 外加上建设庇护所 切尔利姐的能量消耗不可谓不大 此时能够美滋滋地吃上这么一锅炖肉 那真是浑身舒服得很 饱餐一顿之后 在美滋滋地睡上一觉 简直是幸福满满了